这边这个线头呢 也把它剪掉 好这样呢 斜舌部分的包边呢 就完成了 现在呢我们来勾 斜后帮部分的包边 斜后帮部分的包边呢 我们是这样 从这个地方开始 沿着边缘部分 勾短针 到拐角处 适当加针 在这最后 一排这里 一个辫子里面勾 一个短针 到这个地方 适当加针 一直勾到这里 大家呢 看我示范 先立一个辫子针 我们在下面这个位置 勾短针 这个包边呢 其实对具体的下针位置呢 没有很严格的要求 大家只要勾出来的 觉得挺好看的 就可以了 好 现在呢 我们在最后这个辫子这里 勾两针 接下来 我们一直勾短针 一个辫子里勾一个 勾到这里 勾到最后一个辫子这里 在这个辫子里面 勾两个短针 或者大家勾三个也行 接下来继续往下面勾 大家呢 一直勾到这个地方 包边勾完之后呢 这个样子 断线 这个线头呢 我们藏一下 我们在这里 好,这样呢,包边部分就完成了 大家来看一下效果 这种写字呢,我们在勾好之后呢 在里面呢,要塞一些棉花之类的撑一下 才会显得非常的有形 因为它本身呢,是软的 是这样 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写字 我们来勾这个小装饰 小装饰,我们采用的是圈起的方法 等一下拿出线 左手 左手的食指 我们把这个线呢,在这个食指上绕 绕两圈,大家看 这个是一圈 绕的时候松一些 两圈 绕完两圈之后呢 手指上呢,三个线圈 这样 我们把它拿下来 把线呢,把线呢,挂在左手上 捏住 刚开始用圈起的方法 大家肯定呢,是很不习惯的 勾针呢,插入进去 圈起呢,我们 在这个洞里勾八个短针 把线拉出来 立一个辫子起立针 然后 从这个洞里,我们开始勾八个短针 这个是第一个 勾好第一个短针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短针上面 做一个记号 这个是第一圈 结束的时候 我们引拔的位置 继续 在这个洞里 二 我们勾了八个短针 新手朋友呢,勾完之后再数一下 现在呢,大家看 这个是最先 我们留的这个线头 我们可以把这八个短针呢 先收容一下 我们拉动这个线头 我们拉动这个线头 得要注意观察这两根线 看哪一根线在活动 这一根线 现在我们呢,拉动这一根线 我们往这边拉 让这个线圈呢,收拢 大家如果往这边拉了 那就是方向拉反了 可以呢,转一下方向 就是这个线头嘛 大家看这个线 我们是拉的是这边 在这边用力 拉这边的话就错了 大家自己实验 能感觉到 再把这个线头 最先留的这个线头呢 给抽几 现在呢,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 我们在做记号这个地方呢 勾引拔针 引拔针呢 会形成一个辫子 纹拔的抽紧 好,这样呢 第一圈就勾好了 我们一共勾了八个短针 那这个线头呢 我们可以直接剪断 这个不会散开 好,现在呢 我们勾第二圈 立一个辫子针 第二圈的规律是 我们在每一个辫子上面 勾两个短针 一共呢 是16针 所以大家在勾的时候呢 新手朋友呢 我们尽量数一下 第一圈的 帧数是否正确 勾完第一个辫子之后呢 第一个短针之后 在它形成的这个辫子上面 做一个记号 继续 还在这个洞里 再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辫子里面 一样的方法 我们勾 两个短针 好,大家呢 就按照这种方法 往下面勾 我们一直把最后这个辫子呢 勾完 第二圈勾完之后呢 这个样子 现在呢 把这个线圈拉大 断线 我们这一圈这里呢 用大头针呢 来进行缝合收针 大家把这个线头这样 拉出来 拿出大头针 我们穿在上面 勾针呢 取下来 这个记号扣呢 取下来 大家看这个 做记号的这个辫子 大头针 从这个辫子里插入 然后 再从正面 我们挑起它旁边的这个辫子 靠离的这一根线插入 现在大家来看一下 经过大头针的缝合 我们又形成了一个辫子 那这样呢 这个圆圈呢 这样进行收针的话 这个圆就非常的圆润 这个线在后面呢 藏一下 因为这个圆圈 我们要进行缝合 所以这个藏线呢 简单的藏一下就可以 好 这个呢 是这个圆圈 现在呢 我们在这个圆圈上面呢 缝出这样一个五角星 这个形状呢 是非常可爱的 这个五角星呢 我们换一种颜色的线 我们在缝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 它呢 走线的这个方向呢 就是我们画简体画 五角星的那个方向 大家可以先在纸上 先画一下 简体的五角星呢 大家看是这样画的 横斜 然后这样 一笔成形的 现在呢 我们在这上面缝的时候 先给大头针上穿上线 不用很长 大概有个15厘米吧 那个样子 这个是圆的中间 圆的中间 我们靠上一点点 从后面下针 这个就是五角星的第一个横 然后接下来方向是这样的 那我们呢 从这个地方下针 第一次缝呢 我们缝得不好看 可以拆掉 再缝一下 好 从中间这个地方 接下来又这一条线了 下面是最后这一条线 好 这样呢 这个五角星呢 就形成了 大家呢 看一下 自己缝出来的 如果有点歪的话 我们可以再缝一遍 它整体的走针方向呢 就是这样的 简易 五角星的方向 好 现在呢 这个线头 我们在后面 往前穿一下 这两个呢 打一个小结 大家不要拉很紧 拉得紧的话 五角星呢 就变形了 好 这样 现在我们把这个五角星呢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缝一下 我们在缝这个五角星的时候呢 大家用大头针也可以 我们呢 用这个手缝针呢 也可以 用这个手缝针呢 我们穿上 这个 颜色的线 手缝针 我们需要抽出 其中的两股线 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缝的方法 先找合适的位置 放上去 缝的时候呢 我们从里面下针 大家注意一下 看一下这个方法 留一点线头 沿着边缘部分 我们正面 针脚呢 一定要小一些 板面呢 针脚可以稍微大一些 没关系 我这个线呢 留的比较短 就简单的给大家 示范一下 怎么来缝 就可以 缝的牢固之后呢 大家要多缝几针 缝的牢固之后 后面这两个线头呢 我们打一个小结 这样这个小装饰呢 我们就缝好了 现在呢 这个鞋子呢 还差一个鞋带 鞋带呢 我们 有 辫子针 来形成 全部勾辫子针 一般情况下 勾 100针 100个辫子 左右 先打一个小结 那这个辫子针呢 就是我们在 勾鞋底的时候呢 最先立辫子 那样的勾法 我再给大家示范几个 绕线 拉出来 绕线 拉出 绕线 拉出 大家按照这种方法 我们勾好自己 喜欢的长度 可以在 勾的时候呢 在这上面 简单的比一下 我们勾到自己所需要的长度之后 断线 线头 拉出来 现在呢 我们把鞋带 穿在 鞋子上面 穿的时候呢 我们 就是穿 在中间呢 找到两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等一下来看一下 这个具体位置呢 也是没有规定的 我们大概呢 就是 找两个比较合适的位置呢 穿一下 因为大家 两个比较合适的位置呢 两边呢 一定要是一样的 穿完 第一个之后呢 让这个鞋带呢 让它两个呢 是 长度是一样的 然后开始穿第二 第二次 大家只要保证 我们两边呢 穿出来的是一样的 就行了 我们两边 穿完看一下看左右呢是否对称 不对称的话呢要及时的调整一下 最后呢我们基本上就穿在最后一排这个位置 现在呢我给这个鞋子里面呢塞一些棉花 大家来看一下效果 整理一下这个鞋带 没有棉花的话大家可以用一些软布之类的 塞一下的话呢比较有形 这个鞋带呢我穿的应该是有点歪了 这个呢这边呢要靠上一点 大家呢在穿好之后呢也要再看一下 现在这个鞋子呢我们基本的就成型了 最后呢在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 鞋子的鞋帮跟鞋头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呢用大头针用这个手缝针吧 用手缝针呢穿上同色系的线 我们把这个地方呢这个鞋帮跟这个鞋头这里呢 简单的缝一下 这缝呢就是按照刚才缝这个的方法 我们怎样缝都行 只要让它呢缝的就是让这两个呢更加贴合 大家看 我这个呢就是缝好之后 我觉得这样缝一下之后呢 这个鞋子呢 这两边呢就更贴合 比较好看一些 大家呢根据需要来 那这个呢就是这款小球鞋勾好之后的样子 大家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通过旺旺联系我们淘宝客服 谢谢大家